象征国家文化艺术最高荣耀的国家文艺奖 昨天揭晓 而得奖人只有四位 分别是电影导演李安 作家宋泽来 还有剧作家姬魏然 作曲家陈茂轩 得奖者可以获得奖金一百万元 而十月份就会举行颁奖典礼 当然得奖名单中最耀眼的就是李安了 评审指出他具有开发不同题材的创作勇气 从早期的推手到沃浮藏龙 以及近年来大放光芒的断背山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都深具人文视野还有社会关怀 结合了东西方艺术和商业的元素